那ETF其实它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我买一个ETF 比如说这ETF它就30 它的价格就写30 那我就是花30块 我也可以买一股 那这30块它会帮我买很多股票 至少50支 如果台湾50现在100多块 那你等于就是50支股票 它同时帮你持有 那这个很有趣就是 封关前这个很强的 这大家现在慢慢真的ETF越来越知道 ETF好像人家帮你配好的一个便当的菜色 配菜配好的 对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说 就像人家不是讲生机饮食 就一直吃肉一直吃肉 其实这是不好的 因为你只吃肉 那我要营养均衡 好可是我要怎么买 我就我自己去菜市场 买这个买那个 太累了 结果它就直接篮子里面都帮你配好 而且比例都刚刚好 你蔬菜要一颗拳头 你要多少肉 它都帮你配好 好那我就买这一篮子 其实我就达到了目标 好那现在来讲 我觉得 因为对来整个产业会很好 等一下我还会再去分析一下 其他产业的东西 但我先跟大家讲说 今年在封关之前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这个 ETF它挂牌也吸引了非常多人的参与 这个叫做00882 它是一个高股息的ETF 那这个高股息的ETF 它投资的是香港的股票 算比较特别 跟过去大家熟悉的什么0056 台湾高股息 0050 0050是大家最常买的 也投资人最多的 然后这个高股息 台湾高股息0056 它是投资台湾的 这个高股息的股票 那在农历年前突然这个串起来 因为它当时募集的价格是15块 一个就不贵 对 就15块 对一般人来讲 都还可以接受 还有一个就是说 高股息就是它殖利率很好 殖利率很好 因为7%多 7%多 一年有7%多 所以很多的投资人 就跑进来买这个高股息 所以当然如果说 今天我对台股的 这个产业非常看好 那科技类的 科技类的 那如果说我觉得整体 因为科技股上来了 金融股啊 传统产业慢慢也会上来 那我也可以选台湾50 那如果我是对台湾的 这个股息比较喜欢 我可以选台湾的这个高股息 那有人会喜欢 特别喜欢就是 5G通讯产业 因为大家都这几年都说 5G通讯产业非常好 你也可以选这个方向 那当然就是说 大家非常关心的还有一个 其实大家会很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金融股 我觉得台积电是从去年 大家一直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到现在 连立冈哥都在问我台积电很好玩 可是像我的话我就觉得 大家都在问台积电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会有点怕 就是觉得说 大家进去 然后是不是就要被人家 当韭菜杀了 那徐甫你知道吗 去年过年的时候 最多人谈的是金融股 去年 去年就是疫情之前 疫情之前 那时候台股也是1万2 要不要 就是1万2 那时候大概在讲 1万1万2 1万1万2要冲上去 有没有机会这样 然后那时候 没有人在 特别聊台积电 对 也没有人 因为大家 印象中台积电就是很稳定 对 你买就很稳定 但它涨跌不多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大家担心说股市会修正 对 所以就说要来存股 是不是好时机 对存股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在讲金融股 好 那从 那因为疫情的期间呢 金融股 也跌三四成 对 跌三四成 三四成是很多 对 那就有这个网友说 不是说金融股很好吗 你怎么会突然之间 跌这么凶 所谓存股就代表说 就像你在存那个定期 定额一样就很稳定 很稳定 你怎么会突然之间 怎么会跌这么多 所以去年 就没有人要谈金融股了 就很少人谈金融股 然后呢 今年开始 大家为什么开始 又在想这件事情 每到过年初 大家就在想 很好玩 我们去餐厅 然后 现在聊股票的人真的变多了 真的 然后有一对父子 他就说 那个小朋友 真的很有趣 连父子现在 因为股市上 连父子的感情都变好 这样有共同话题 大家都想赚钱啦 对 然后那个 他儿子就跟他爸 一看得出来 应该就是父子 然后他儿子就跟他爸说爸 那 现在台股这么高了 我们要不要改买金融股 然后他爸就说 我觉得科技股 还是会很好 这个不用担心 半导体 电动车 对不对 这些 这个还是台湾很好的金牛股 就高股息 包括价值股 然后可是他说 可是这个股 涨那么多了 金融股都没有涨到 我们要转移到金融股 就是轮番可能换金融股 所以大家也开始去 这个开始在谈金融股 所以我觉得今年其实农历年后 大家也可以开始去思考一下 金融股的部分 因为其实也有人在存股的思维上 给大家一个蛮好的一个想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人专门 就他电子股他就不同 因为他觉得电子股就是跟着景气走 对 好 可是我存股的思维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好 那所以电子股他就不要了 他就留传产跟金融 我觉得好像也有道理 好 再来就是说 我们买股票还是要买的划算 买的便宜 所以我们要找本益比低的 本益比越低越好 15倍以下 甚至这种10倍的最好 再来呢 如果他的殖利率不错 什么叫殖利率 也就是说我买这个股票 他每年会配给我一个这个现金股利 对 或是股票鼓利 那如果我买 我花10块钱买这个股票 他每年配我1块钱 那我的殖利率就是10% 那这样的股票以后 不管他的涨跌 只要他还在 只要他还在获利 他还配我息 那就很好嘛 就是10%嘛 你就把他想说 你把这笔钱如果放去银行里面 他不可能给你10%的利息 对啊 那所以我根本不用去在意说 这个股价会不会涨 对不对 重点就是那个10% 那所以 如果他的殖利率在4%以下 我们也不要 所以我就挑本益比低的 殖利率还不错的 只有4%以上 其实这样子 挑起来 我发现还蛮多金融股 却贫重选 对 两个条件 一个本益比要低 一个是殖利率要高 就算起来 金融股比较符合这个 传餐股 传餐股 这两个 就 因为等于是说这两个族群 在去年大家把焦点都放在台积电啊 这些科技股身上的时候 这些股票是被大家所遗忘的 所以自然而然他的股价没有上来 但是这些公司他有没有在赚钱 比如说台泥啊 雅泥啊 比如说这个电信类股啊 比如说金融股啊 他们还是有在赚钱 他们的获利还是很稳定 配息也还是不错 可是大家却没有去注意他 所以就我刚才讲的说 第一个你就可以透过 这个高股鞋ETF去做操作 对不对 比如说在 这个刚好没有 这个年龄五六刚好没有在上 对我刚才也是在找了一下 才看到年龄五六 但是其实这几个都有啦 比如说ESG永续 还有包括ESG投资等级 这个几个也都有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股票 其实还是有在里面 然后像台湾50其实也有 那另外就是说 当然你说我直接单独来买 这个金融股可不可以 我觉得也可行 那因为 其实我就有一个争议性 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 我觉得蛮奇怪 一种讲法是说金融股不会倒 对 那有人就说 你投资又不是在投资不会倒 对啊对啊 那你又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你管他会倒 你管他会不会倒 但是我的想法是说反正 会倒你也不会 明天要倒的你今天才知道 对 你总是会提早看到一些警讯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条件 就是稳健获利的公司 在农历年后 如果我们 因为我刚才讲股市很高了 好那景气灯号黄红灯 黄红灯的意思是说景气很好 大部分的公司都能赚钱 那如果大部分的公司都能赚钱 实际上 他可以赚到稳定的 的现金的时候 他也会配发股息出来 那我们也可以参与这个股息的发放 你看像去年我讲 为什么金融股很赚钱 因为大家都在买股票 哇那个 每天三千亿四千亿 好他的交易 对交易的收入很好 对 然后呢 大家都跑去买ETF 我们刚才讲这些ETF 大家都买了一堆你知道吗 那这些都是金融公司所发行的 金控所发行 那他们会赚到什么 赚到那个手续费 对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 就股票大涨 受险公司 他手上的股票卖掉 是不是又赚钱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 这些金控公司 今年的 去年的获利好 今年一定可以配发 还不错的利息出来